好 我跟你講還沒有驗收就開打 其實這個部分新竹市政府已經認了 對 目前還是在驗收的階段 主要是因為兩年來 疫情的影響造成施工的進度延宕 所以都是趕工 他們也承認 因為趕工造成了很多工程細節的不足 所以他們成立了改善小組 定期公佈進度 同時向球迷還有球員盜竊 不過許之傑委員他卻說 林志堅有擔當 願意面對問題 盡力改善 而且兩度道歉了 所以他現在呼籲藍白兩黨 不要再利用體育來操作政治 來進行政治操作 好 那這個林志堅他也說 過去八年來他是親自巡查監工 那姑且不論他其實 他其實還沒有八年 我們還沒有當滿八年的市長 但是問題是你監工八年 你監工成這個樣子 還敢拿出來說嗎 所以看到這邊我先請教凱翔 就是我個人是很好奇 在國內就是有這個棒球場 沒有驗收就開打的案例嗎 至少是不是場內一定會先驗收完畢 那周邊的可能還慢慢的在 場內一定是要先驗收完畢的 他不可能場內也沒有驗收就去打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可以分幾個 分幾個角度來講 分幾個角度來講 比如說 我是覺得非常感慨 就像剛剛陽明講的 72個小時之前 72個小時之前 總統在西位 左右是小智跟洪姐 然後還有會長蔡會長 然後在那邊聲光秀 那聲光秀之猛烈 我朋友去看去現場看說 哇以為是霹靂布袋是要演 大家知道那個富邦漢將的球衣是藍色的 結果去到裡面 最近拍出來的照片 他們全部變紫色了 因為那個聲光秀太強烈了 把他們的那個球衣都把藍的拍成 就是都已經這個造成紫色的 還以為一大犀牛又回來了 你就知道了 其實他們在乎的就是這個這樣的效果 叫剪彩啊 然後呢總統要去開球啊 什麼都在乎這些 在乎這些 那所以第一個問題是72個小時之前 你講說你做到了 72個小時之後 你說新竹市政府要負責 那其實就是一種危機處理嘛 你不得不佩服民進黨 其實真的很會選舉哦 他本來的節奏是什麼 你最近論文門對不對 哇靠把這個 把我們小智搞的是暈頭轉向 搞的是這個遍體淋傷啊 那怎麼行啊 7月22號安排了 安排了開球秀 聲光效果下去對不對 歌舞升平 裸鼓喧天啊 然後呢再配合了這些KOL 再配合這個歌功頌德 總統加持 會長加持 職棒加持 要幫這個小智沖沖洗 然後連續打個三連戰 然後馬上 禮拜天開論文門記者會 那個氣氛不一樣啊 那個氣氛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哇你看這個職棒開球 感覺就是一副小智 哎呀終究是有政績嘛 姚慧珍不是告訴你嗎 幹嘛一直管論文啊 看政績 對做事比較重要 如果球場沒出包 如果球場沒出包 論文門記者會 搞不好真過關啊 大家講說 好啦算了算了算了 至少死忠載 他會大聲啊 他會大聲 對嘛看政績嘛 論文一直有什麼好講 幾十年那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就這樣子搞不好就 搞不好真的過關哦 真的過關 而且我告訴你 他們本來時序是排好的哦 那個禮拜六傍晚 陳明通透過中央社發這個聲明 對 四千字先來 就是先撲哏嘛 可是他們沒料到 就在這個聲明發出去 不到一個小時哦 林哲謙就受傷了 哈哈哈 對林哲謙就受傷了 對然後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就讓禮拜天的這個論文 論文門的記者會 那沒有加分 反而更加扣分 然後到了禮拜天晚上 宏姐就開始先講 新竹市政府要負責 然後接著小智也講 新竹市政府會負責啊 你就知道啦 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 你不得不配為民進黨 真的很會選舉 他原本設計了一個 設計了一個橋段 結果呢 中間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立刻又換了一張臉 是新竹市政府要負責 這是非常過分 蔡其昌非常妙 蔡其昌也是跟著總統屁股後面去撿彩的 然後跟著總統屁股後面去 在那邊拍照的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他等於是背書的這場球賽 可以在這邊打 那當然這個荒謬之處 前面其實也講過了 他沒有驗收 等於總統在一個 在一個違章建築 或是在一個工地裡面開球 然後上萬球迷 陪著大家一起去肉身驗收這個球場 然後球員是用肉身去驗收場內 這件事情多荒謬 好不管如何 結果呢 蔡其昌在禮拜天的下午的時候 是禮拜五開始有球員反映嘛 那當地晚上傷了劉基鴻跟張宥明 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傷了這個林哲軒 然後賽前傷林志聖之後 大家群情激憤 這個看起來已經止不住火了 勉強把球外打完 到禮拜天早上的時候 整個新聞炸裂 炸裂之後呢 下午緊急停賽 當這天新聞 被PO到網路上面去的時候 我個人看到那個棒球版 或八卦版 第一時間棒球版啊 PO出這個宣布要停賽之後 第一時間湧進去的 前100則推文裡面 都是說史上最強會長啊 讚啊 真的很有魄力啊 市長這個會長這次幹對了 我心想說這沒有網軍我不相信 這沒有網軍我不相信 因為有智商的人都知道 蔡其昌必須負責啊 除了你們剛講的 測試賽打完之後 然後呢 然後好像打 像沒事一樣 叫二軍去打 二軍他心想 只想要上一軍 他能跳出來講什麼 你意見太多 你意見太多 你給我滾邊去吧 你意見太多 他說你別想升一軍啦 誰想大官們 誰想聽你講這些有的沒的 但是我直接跟大家講 也不是開玩笑的 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 明確的寫 各比賽之場地是否符合標準 由本聯盟認定 無論由本聯盟負責之球場 或球團自行營運之球場 各項設施 皆須以本聯盟認定之規範為依據 什麼意思 就是你現在想要甩鍋給魏全龍 門都沒有 你不要在那邊講什麼 魏全龍我三次點交給他 他說可以打我們才打的 聯盟是負最終責任的 不管是球團直接經營的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 就是不是我負責的球場 這是什麼狀況發生 2017年的時候 那一年中華職棒明星賽 移私到花蓮球場 花蓮球場是沒人認養的 然後花蓮球場平良心說 花東地區的比賽真的很少 所以就球場的相對狀況 然後趕快整理一下 其實對職棒的球員來說 對職棒的水準來說 是不到位的 但是明星賽已經決定 要在那邊辦了 結果去到那邊之後 球員工會發一個聲明說 如果是這樣子爛 我們不爬竹罷賽 2017年大家就可以去查 當年的明星賽是這樣子 最後是聯盟跳出來 把它處理到 球員工會可以接受的水準 才讓這個比賽進行 所以代表什麼 第一件事情 聯盟是負最後責任的 不是任何球團 不是任何地方政府或球場 是你要覺得那個地方可以打 他才會在那邊打 我舉個例子 過去我們跑體育 常常看到 每次那種什麼WBC 或12強 你常會看到 賽前有那種什麼 國外大聯盟 或是國際棒總 派人來台灣球場 然後看的那樣子的 來看 然後甚至還直接 把你投手就挖開來 重新做的那樣子的新聞 就是因為主辦賽事的 這個賽會 他要為球員負責 他要為球員負責 球員在這邊傷了 你保險也是這個單位保的 也是這個單位保的 所以同樣的 聯盟才是最終 讓這個球場能不能比賽 不然華聯球場誰認養了 你要甩鍋給誰 如果華聯球場有人受傷了 那你要甩鍋給誰 所以現在甩鍋給魏全龍 在規章上面是完全 完完全全不合理的 蔡其昌在賽前 開始之前 他根本不應該讓這個球賽在這邊打 但他卻放行了 話說回來 他是會長 但他同時也是民進黨員 他心中的價值可能是總統要來開球 我的小智要靠這個救 我的宏姐新竹市也是搖搖欲墜 所以他心中把民進黨員的這個位階 的核心價值 高於他作為中華職棒聯盟會長的這個價值 所以他讓球隊 讓球賽在這邊打了 甚至他本人 台中市長雖然看起來追 這個看不到盧秀燕車尾燈 但他心中是似乎也抱著一線希望 職棒是不是能幫我加持一下 所以在那一瞬間 他讓這個球賽在這邊打 他就已經該負責了 你現在在那邊東捨西捨什麼東西 你甩鍋給魏群龍幹嘛 你聯盟規章是這樣寫的 最後我要講一下球員工會 球員工會今天翁達瑞跳出來打球員工會 說什麼 皮肉桑啊 皮肉桑政治操作 球員工會都藍的 我不知道今天會有人訪問陳捷縣嗎 陳捷縣現在是國會理事 他是國民黨籍的嗎 這個統一師隊的這個對不對 四爺陳捷縣 因為他是國民黨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不要東捨西捨了 我覺得球員工會也要負責人 因為你們當時2017年的時候 你們會發聲明講說 花蓮球場不能打 為什麼這一次你們沒有在球賽 開始之前就講說這個球場不能打 是打了兩場之後才發聲明 我覺得球員工會某種程度 我不忍苛責 但是你們也有責任 你們為什麼一開始沒有道德勇氣 去拒絕這個球場 拒絕他開打 為什麼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對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每個人都有責任 每個人都不是完全無辜的 但是政治人物當然要負比較大的責任 手上有最多權力的人當然要負最多的責任 這部分我必須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有問到 本來新竹市政府是打算 4月5月就要排比賽在新竹球場 被中華職棒聯盟打槍 就是那個時候工程都還沒有完全 因為那個時候連使用執照都還沒拿到 所以呢 當時這個中華職棒聯盟是直接否決 那個使用執照我今天查了 他們是5月份 新竹市政府才給這個球場使用執照 所以之後才有辦法安排7月 那所以在這個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中華職棒聯盟有某一層 某種程度的把關 那當然你說像這個翁達瑞說 這個停賽是政治操作 那很明顯啊 就是蔡其昌在政治操作 就是他打臉蔡其昌 就是蔡其昌在切割林志堅 不要再讓林志堅殺我了 拜託你林志堅自己負責吧 你不要砍到我這邊來 很明顯啊 這是翁達瑞口中的這個 這個我們不要講翁達瑞 我們要尊敬他是 偉大的陳十分教授 十分好不好 十分今天我們討論十分 我覺得各位 大家不要為了十分氣急敗壞 不要為了十分 真的臉紅脖子粗的 我們要鼓勵十分 繼續發這種瘋狗似 亂咬的文章 他今天沒事去咬柯之恩 對不對 然後呢 結果發現林志堅的論文更荒謬 然後他現在 為了要護航小智 或者要護航誰誰誰 總之他去咬了球員工會 他去咬了陳傑線 他去咬了餵拳龍 讓他咬 把更多對政治原本沒有關注 只是覺得想要好好看球 想要讓球員能夠安心比賽 想要有一場精彩球賽的 所有一般平民百姓 或者是 想要自己的公堂 被政府機關好好的用在刀口上 然後不要浪費 不要亂搞這些民眾 你就讓陳十分的嘴臉 在他們面前 在他們心中留下深刻的意象 告訴他們 如果你繼續支持民進黨 瘋狗就會比現在更加囂張 讓他瘋狗的嘴點盡量咬 大家不要為了他生氣 讓他盡量咬 好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